镜头前的这位女孩 名叫梁安丽 来自香港 是一名90后 现在的她 在香港、广州、贵州三地之间 频繁来回忙碌 因为她正在贵州的山里 成为一名粤港澳青年 源前创业的先行者 近日 她向记者讲出了自己的职业故事 因为这些朋友 我有了解到 其实我们国家发展很迅速 所以我当时毕业的时候 我就在想 我想回来这边 就是了解一下我们 我自己的祖国 然后我的民族 2018年 梁安丽在广州结识了 广东帮扶贵州前南地区发展的团队 在被哄到贵州省贺章县旅游了一圈之后 梁安丽大胆决定 要加入当地的扶贫事业 通过建设花田和花卉种植基地 来带动当地贫困户脱贫致富 其实我觉得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其实对扶贫不是很了解 就可能大部分的人 对于扶贫工作 就扶贫工作 跟我当初的认知是一样的 就是我觉得 可能就是捐钱或者是捐赠物资 那我就希望我们可以做一个桥梁 是能引导更多的年轻人 港澳青年 去了解我们的国家 走进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只是希望说 我们团队的出行 就是我们能帮助到五户 就五户 能帮助到十户就十户 在美丽风光的背后是繁重的工作 是紧随而来的高山反应 山区里连个像样的卫生间都没有 伙伴甚至三天都没有洗澡 一个香港女孩和大山里的艰苦生活 有了直接的面对面 路途的奔波这一些对我来说 我都还是可以克服的 我觉得这些是比较简单 但是是当刚开始 平昏昏昏不理解我们 就觉得不知道我们做的这些事情 有没有意义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又不确定 我们能不能做好的时候 是我想放弃的时刻 因为我帮不到人 然后我又已经 不来到了这里 但是我很感激的是 就是因为我在那边 我也接触到了一些扶贫干部 就是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一年过去 现在梁安丽回忆起这些经历 已经谈笑风生 而她与众不同的职业选择 也让人好奇 梁安丽说 不少香港的朋友会问她 内地的工作生活怎么样 她会用亲身体会来说明 其实去之前我不太相信 就是全 怎么样可以达到全面脱贫 这件事情 但因为我去到我亲身参与其中 我就了解到 我们国家真的是在举全国之力 为一个目标去奋斗 这一点让我很感动 所以我会觉得青年人 就是就我觉得我们的未来 不应该是打杂 我们的未来是要打拼出来的 然后每一个人 都应该有一份自己的责任感 梁安丽说 作为年轻人中的议员 她很认同年轻人应该多走走 不只是听 还要去看 香港青年人 其实在内地 有非常多的发展机会 粤港澳大湾区 就是近在咫尺的窗口和舞台 现在交通如此便利 沟通和了解并非难事 见到一句说话 我感受很深 它就是说 其实 Youth means Liminous possibilities 年轻就是代表着 有无限的可能 我就很希望 因为我见过採访 很多年轻人会觉得 他们见不到他们的未来 在哪里 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 其实想试一下 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会发现很多 无限的可能和想象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